歡迎回到柏惟夜夜秀 在國外有很多電影的片場後來都變成那種觀光園區嘛 像是哈利波特跟最早的環球影城 而最近也有人準備在台灣要做這件事 各位觀眾我們來掌聲歡迎知名的國片大導演魏德勝 歡迎魏導上博恩夜夜秀魏導最近還好嗎 還可以 非常勉強的樣子 不要太快樂啦 因為熱極深悲常常在我生命裡發生 你為什麼這麼悲觀啊 為什麼一上節目就要這麼悲觀 好啦我努力讓自己快樂一下 我們通常節目的來賓啊 我們都會在上節目的前一週大概對一下 仿綱啊然後內容要講什麼東西 可是魏導前一陣子真的是聯絡不到你 前一陣子在哪裡啊我很擔心 我跟朋友跑去山上去爬山爬山 爬山爬那個聖林線 聖林線是從哪裡到哪裡啊 從雪山走到大壩 爬很久對不對 爬很久差點摔下去耶 摔摔下去回不來的耶 不要再講這個 真的有摔到 樂觀一點這是個開心的節目 喔開心的開心 對開心的開心 可是魏導是不是除了爬山之外 你還有很多其他很冷門的興趣啊 聽說你喜歡打啊 打壁球 是因為前幾年朋友約了去打球 打了一次覺得還蠻好玩的 而且一個人也可以打 兩個人也可以打這樣 也不用像打籃球要找那麼多人 對也不會從哪裡摔下去 太悲傷了這樣訪問 沒有沒有我是 你沒有什麼研究咖啡 沒有沒有我文盲 我文盲 文盲嗎 咖啡我沒有研究啦 可是我們有開一點咖啡 可是你不是最近有一個 就有開一個咖啡館 對 咖啡的廣告齁 人家付錢了就 太誠實了 太誠實了 不是啦 不是廣告 魏老之前不是開過一個咖啡館嗎 然後放很多東西 有有有 但是因為我們有那個 電影那個周邊商品一直一直 就在網路上賣嘛 就想說啊弄個店吧 要不然那個商品賣不出去 然後弄個店想說 想說用個店賣商品好像會掛掉 所以就順便開個咖啡店 然後賣到最後現在是只賣 周邊商品也都沒有在賣 就只有賣咖啡這樣子 魏老真的是很誠實的一個人 沒有沒有 基本上你就是把這個 滯銷的貨 物盡其用 對你有倉儲壓力 你就乾脆放在咖啡店算了這樣 也不只這樣子啦 包括我們拍戲的道具 不知道沒地方放也是放到那邊 然後反而變成 真的是倉儲 根本對啊 根本是低潮嘛 那個反而變成是特色耶 你看啊 這個桌子是拍過哪部片的 那個椅子是拍過哪部片的 對啊 大家都喜歡看這種東西 要不然你還要找一個貨櫃 租一個貨櫃 可以住個地方去放那些還要錢 放在那邊還可以賺錢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其實有一些什麼 A的T-shirt 吉娃娃的T-shirt 可不可以也發 當然可以啊 可以喔 可以啊可以 你知道放賀瓏梯吧 不是要把這些自銷不好賣的東西放嗎 都放都放 沒有沒有 還是有人在買啦 還是有人在買 那當然 非常感謝魏導今天可以過來 因為我們知道說 魏導昨天你是在金馬獎的典禮上面 對 那這一屆的金馬獎 大家都知道 跟去年有蠻大的差別 你有感受到嗎 對啊 就 大陸片還有香港片都撤啊 就只剩下台灣電影這樣 那有感覺比較不拥擠之類的 感覺 更溫暖一點 喔齁齁齁齁齁齁齁 魏導 沒有在怕坦論這樣的事情 不用怕 他不來 又不是我們不讓他來 我邀請你 你不來 那幹嘛怪自己 所以你有覺得說金馬跟他們那邊是辦什麼金雞獎嗎 同一天 同一天 對 你覺得 昨天 其實我們不是結馬殺雞嗎 對 對啊 所以 應該是我們贏的 一定比他們更好 昨天我是頒音樂獎啦 音樂獎就比較是技術獎嘛 所以就很功能性的把每個獎項的功能說了 就頒獎了這樣子 我們來進入正題了 味道要蓋一個樂園 可以跟我們大概講解一下這個遊樂區嗎 豐盛之城 豐盛之城 對 它的內容大概是要做什麼 因為以前每次拍完片 然後花了好多的成本搭出來的景 然後就會被 拍完片以後就被拆掉 心都很痛啦 所以這次就想說 我們要不要就是來 把一塊地先找到 在上面搭景 搭完景我們來拍 拍完電影之後 把景留下來 並且我們的電影在這邊做永遠的上映 不要受制於電影院說 我給你一週兩週 然後一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你就是舊片了 就是上一輪的片子了 就我們在這邊做永遠上映 本來只是這麼簡單的概念 可是弄到最後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也不能 就跟開咖啡店的心情一樣 這樣好像也不能存活啊 對 那怎麼辦 應該把整個園區 用出什麼樣的特色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概念變成是 它是影城 它也是歷史文化園區 因為整個建築體都回復到 十七世紀的台灣的那個樣貌 它也是一個遊樂園 主題遊樂園 它也是一個藝文展演的空間 它也是個度假村 反正它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生活聚落的概念 在經營這裡這樣 剛剛衛導講到十七世紀這個設定 台灣在十七世紀 一六二四年的時候 荷蘭人來到台灣 國中歷史 對 荷蘭人來到台灣 然後也把世界帶進來的台灣 台灣也第一次影響了一整個世界 所以台灣的十七世紀的那個 大航海實在台灣的開場是非常的爆發性的 爆發出來就是一個 整個東亞最重要的一個貿易轉運站 所以台灣是以商利國的 以商利國 我再教下去就會睡覺了 簡單來講 從十七世紀開始 我們就已經在發大財 然後 亂下結論 是這樣啊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嗎 我沒有講錯 我是覺得台灣在那個時代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開場 可是太多的人 不知道台灣的開場 是這麼的精彩 你能想像 在四百年前的台灣的台南 安平那一帶 有歐洲人 歐洲人還有 荷蘭人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日耳曼人 丹麥人 丹麥人 什麼一大堆人在這個地方 還有 中國那邊的移民 中國那邊的人 還有 東南亞一帶的馬來人 就大家都來 甚至非洲的 班達島的黑奴 黑奴 在台灣出現 對阿 還有台灣那麼多的原住民主 在這邊匯集 現在那是一個多麼精彩的一個年代 這樣 以後在這個園區裡面會有黑奴嗎 還有這些各國人 邀請你來辦演 我可以 不行 這個blackface不行 可是 所以以後在園區裡面會有 荷蘭人 然後西班牙人 這些吧 不敢確定我們可以把他們都找來 但是很確定的是 那些建築體會依照 不同區塊的建築特色 去把它還原出來 我覺得一定要 而且你們還要找那種葡萄牙人 他只是經過這樣 喔 Formosa 他就走了 這些 這麼好賺 對啊 歷史課本是這樣寫的 對啊 沒什麼用的人 就是 這個女生好漂亮 這個女生好漂亮 也不敢追 也不敢怎麼樣 太沒用了 可是要蓋這樣子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應該要 蠻多錢的吧 要很大的一筆預算 很多錢啊 所以這個錢現在有著落了嗎 我在等他生出來 等他長出來 開始又變 種下去了 又開始變悲觀了 沒有沒有沒有 大概會需要多少人 掐自己算 要聽嗎 就我聽了 好 一兩百億要啦 一兩百億 一兩百億 那 要怎麼籌到這筆錢啊 我感覺我問一些 好悲傷喔 不用悲傷 我覺得還好啦 還好啦 會長出來 會長出來 OK 會長出來 所以這邊也是 呼籲大家 就如果你身邊有 零星的一兩百億的話 對 對對對 小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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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拿到錢之後 就捐款潛逃吧 不會啦 一般人拿到一兩百億 通常都會想要 直接去炒房地產 我也不知道 應該 我的命好像沒有那麼好過說 錢直接到我這邊 然後我先拿去炒個股票 賺到錢 再把錢還回去這樣 曾經有偷偷地想過 蘿江的麵團 可是一直都沒有 沒有進來 沒有進來 太不幸了 反正也是祝福導演 可以提早 盡早找到這個 巨額的款項 那今天 因為邀到魏導來棚內 其實機會非常非常難得 我們也算是 做影像媒體的 我跟老K還有賀龍 我們三個人在後台 各拍了一個短片 想要請魏導 以導演的角度 就是以那種藝術的眼光 來幫我們判斷一下 誰比較 拍得比較好 好啊 真的嗎 好 很勉強 好 沒有關係沒關係 好 然後我們不講 哪一個影片是誰拍的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好好好 這個也沒有準備吧 好像拍完了喔 對對對 這個是有一個意境的 你是說要認真拍嗎 你騙我 有一種太陽花學運的意境 就是了 就很藝術 很藝術 好 那下一個影片 這個才叫沒拍吧 這個 就是黑畫面 如果韓國瑜大學 這 就是台灣的未來 這應該是一個 有種抽意象化的一個意境去呈現它 我覺得這一支應該是拍得最好的一支 也是很有藝術的 第一部是藝術片 第二部是鬼片 看第三部有沒有比較不同類型一點的 喔 喔 欸 剩多少 還沒剪 彩排囉 喔 不要鬧啦 什麼東西啊 這個味道評論一下 哪一支最好 哪一支的韻鏡比較好 韻鏡嘛 對 好像也只有一支有韻鏡 對 你覺得是第三支嗎 對 第一支的韻鏡最好 人手的韻鏡最好 第一支好 第一支好 第一支是最好的嗎 在這三個裡面要衡量各方面 至少還有戲啊 後面兩個不知道在看什麼 好 我們現在要公布大家 第一支就是我拍的這個袖子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韻到特別前來 各位觀眾我們再次掌聲謝謝韻德森導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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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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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厲害 我覺得我覺得 applied 很高 Onige 漂亮 暴力 geld 坃